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大成交反彈近半 拐點前仍要審慎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升了706點 收補27,493點 成交繼續活躍的 都有超過1,300億 是有1317億 今天講的題目說 大成交反彈近半 大成交不單止是今天的 全州即是今個星期一 到今日星期四 每天的成交額都超過1,300億 連續四天超過1,300億的成交 那應該都算大成交 大成交 而港股又在這四天 就有一些見底反彈的跡象 哪怕這個目前研判 仍然都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但是都叫反彈了 為數不少的 是跌浪的接近一半 等待再說什麼原因 我們先看今天的市況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恆新指數在29175 這個1月20日 最高的時候見過29175 當時未有疫情這麼嚴重 一心想著都可以衝到上3萬關 誰知道受到這個疫情影響 就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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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又說武漢封城又說這樣 過了這個年一直不斷跌 跌到2月3日最低26145 總共下跌了多少呢 3030點 然後本周就連續四日反彈 雖然中間有一支叫陰燭 但是都是升的 連續四日反彈 總共最高見過 今天是27608 如果反彈50% 一半的話就是27660 今天最高27608 即是相差52點 即是很少了 都接近一半的 大成交反彈一半 不單止恒指是這樣 國企指數也是這樣 國企指數1月20日最高見11502 2月3日最低見10188 總共下跌1314點 反彈50% 就是去到108452 今天最高見過10820 相差只是25點 也就是很接近50% 當恒指和國智大成交之下 反彈近半 什麼原因造成這幾天反彈呢 最主要 初初大家覺得是疫情 譬如有人認為 那些治病治癒的人數 是超過死亡的人數 被解讀為一個利好的消息 有些也都說 其實那個疑似的人數 在昨天公佈的時候 是跌了下來的 也是一個利好消息 不過今天的疑似人數 已經彈上去了 今天反而確診人數少了 因為昨天疑似人數低了 這個是1月28日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 如果大家看回那幅圖 都知道其實出現過的 所以就不要這麼簡單解讀 那幅說疑似人數 跌了下來一定好 今天已經跌上去了 總之疫情那裡 大家覺得 咦 可能沒有那麼害怕 因為找到一些藥 例如美國有一隻藥 說醫得好 2月4日已經運到去中國 在這個中日友好醫院 會在武漢那裡找一些病人來試 明天會開始試 另外中國也都 有些科學家 又說找到來地有兩隻藥 都是有機會有幫助 因為在泰國有一個經驗 就是用雞尾療法治得好 所以中國有些藥也都可以得 所以大家對這個治癒 是信心大了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升上來 不過這樣 今天大升 其實原來不是和疫症關係那麼大 原來是和內地公佈 將美國輸去中國的商品 本來要加關稅 10%的就減到5% 5%就減到2.5% 總共750億的商品的關稅減低 這個就是被解讀為中美貿易戰 即是緩解的一個重要的一步 刺激過市場 總共這個 搞到市場上升了50% 當然還有一些中外的因素 都是利好港股反彈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看美股 美股納子創新高 資金外圍什麼有事 美股繼續好 納子創新高 衝上去 納子創新高 標普500 昨天都創新高 昨晚都創新高 納子早一天 納子是星期二創新高 標普500指數是星期三創新高 道指雖然未創新高 很大的走勢都是迫近歷史高位 很有機會創新高 所以外圍那裡是好 特別是科網股做好 所以支撐本地科網股 原本就是早兩天 星期三、二、一那些 就是帶動市場反彈 另外內地的股市也好 剛才說納子創新高 所以深圳創業板指數 亦率先反彈 今天破了頂 收報2012升3.7% 在1月22日高位已經升破了 即是整個肺炎 或者新型冠狀病毒 這件事情 對它好像沒有影響 突然好像沒事 這樣是不是呢 我當然覺得抱有懷疑態度 不過走勢已經是這樣 這個是內地四大指數裏面最強的 稍為沒有那麼好 升得沒有那麼多的 就是上證指數 比較保守一點 升1.7% 不過都是在低位那裡連續三天 或者你如果連上第一天 即是服市第一天2月3日 四天都是揚足反彈的了 深淨成分股指數 所以美國那裡做得好 A股也是因為大量的放水 還有很多的政策 又叫國家隊入市 又不給沽空等等 撐了A股上去 暴力救市 A股暫時好像對肺炎 不是那麼大影響 那搞到呢 港股呢 都叫得跟得彈一下 那外圍和內地好 港股呢反彈多少 剛才說過 反彈這麼半 不過呢 我認為呢 其實在拐點出現 就是疫症拐點出現之前 大家仍然都是要保持審慎 就是不要盲目樂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呢 內地肺炎呢 其實現在的情況 仍然都是很嚴重的 有一個傳聞 現在都未說 作得實的 就是說 可能會將兩會 三月舉行 兩會 就押後舉行 押後舉行 如果這個真是 原本三月五號的兩會 押後舉行的話 那就是說 都應該都是 還是嚴重 都還未解決得到的問題 那當然 現在這個是一個傳聞 路透引述 內地的高級官員 這樣說 那是未經證實的 所以都大家要等這個消息 因為有時候 現在都太多是一個 什麼 fake news 所以要等 不過如果是的話 大家就可以理解為 就是說 疫情沒有這麼快 好得轉 事實上 原本 鍾南山就估計 在2月28日 估計 7到10天 就OK的了 疫情高峰 就是拐點會出現 後來 他就估計 去到2月2日 的時候 估計要10天到14天 那就是 退了去 再退遲了 好了 現在春運 就是回去 其實今天 內地還有一些知名的學者 就是一些院士 傳染病的專家 其實都接受這個央視說 其實就說 現在的疫情 就沒有這麼快 會完結到的 就是很難說 因為春運回去 沒有這麼快 會完結到 所以大家 不要說盲目樂觀 有些這樣的說法 在央視那裡 都有報導出來 所以我覺得 剛才這麼說 就是大成交 反彈一半 恆生指數 國際指數 反彈了一半 很厲害 是很厲害的 的確 因為種種的因素 現在支持它反彈一半 不過暫時 我仍然都覺得 它可能只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那除非它是什麼 真是 補了這個下跌裂口 你看到這個 1月24日低位 是27774 補了這個下跌裂口 就是收在27774之上 那我就會 才是比較轉向 短線轉向 樂觀一點 否則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技術性反彈 在疫症拐點出現之前 我覺得 仍然都是要審實為常 就不要因為這些短期的反彈 就麻木了 事實上 如果你看今天輪到升到什麼 就是藍燈籠 中移動上升 我打個問號 不知道它是不是頭堅頂 如果它升得穿就不是 如果它跌穿這個項線 就是 但是我就會覺得 升到這些林燈籠 反而要小心 這隻恆子成分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今天一次過 所有恆子成分股全線上升 就是超賣很多 全部都反彈 通常這些現象 都是要審慎為常的 不要盲目下觀著 等一下看看恆子 是否真的能夠收復這個下跌裂口 如果是的才再研判 是否有機會入市 我覺得不用心急的 疫症的拐點未出現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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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